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知道了 你等一下 你多大了呀 我十四岁 那我们应该算是同龄人吧 你的声音也太好听了吧 谢谢啊 那个 这个是我的电话号 你记一下吧 对了 女朋友 女朋友吗 女朋友 好多啊 啊 应该我就是女孩啊 哈哈 喂 喂 哎 你怎么回事啊 嗯 那不是魔力姐姐 怎么是你接的电话呀 啊 这是我的电话呀 啊 真是不可理啊 挂了挂了挂了 啊 喂 哎 谁呀 嗯 你是谁呀 喂 你到底谁呀 不是你给我打的电话吗 所以呀 我现在在问你是谁呀 啊 魔力姐姐呀 哦 谁呀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您稍后再播 叮 啊 我是哥哥呀 哥哥 是谁呀 我不太会讲中文 那你想给谁打电话呀 嗯 I don't know Can you speak English Yeah Who are you calling You sure can frame your phone number Hi Hello Hi 就是你呀 魔力姐姐 嗯 不是啊 你打对了呀 你干嘛呢 我都说不是了 对呀 声音都一样啊 魔力姐姐 魔力姐姐 这一听是女生的名字啊 可是 我是男生啊 嗯 嗯 对呀 就是男生版的魔力姐姐啊 啊 对就是这样 没错 嗯 不是我呀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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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对了我想跟你说一下 本来我们今天约好 是两点要见面的嘛 但是现在我家里现在出不去了 哎你也知道啊 淘淘淘淘淘淘淘来我家了 淘淘把我家搞得特别乱 如果现在不整面的话 我妈回来肯定会认过的 啊 而且你知道豆子也在哪儿要来 而且你知道豆子也在哪儿要来 你知道淘淘跟豆子 会放鬆一下 他们两个会碰出什么样的火花吗 我真的是不敢想象 我现在不能跟你见面了 这样吧 明天明天在学校吧 学校十点我跟你再见 喂喂喂喂喂喂喂 又开始了先话了 再见啊 啊你说什么呀 我说你打错了呀 啊 我在给魔力姐姐打电话呀 喂 我都说了我不是魔力姐姐了 啊 那你是魔力姐姐的妈妈吗 啊 不是啊 啊 那你应该是她的小姨吧 嗯 不是 什么魔力姐姐摸姐莉姐 什么姐姐摸的 不是我不是 打错了 不是我就是给魔力姐姐打个电话呀 哇 什么呀 那边让你接下电话 喂你好 你是谁呀 啊 你是谁呀 我是豆子你是谁呀 啊 豆子是谁 啊 什么 啊 啊 什么 姐 你给我打电话什么事啊 不是你给我打的电话吗 不对呀 是你给我打的电话呀 你在说什么呀 明明是你给我打的电话 然后我是接电话的呀 不对 是我接的电话 呃不是 那个你看一下通话记录吧 啊 我看啦 是你给我打的电话 是你给我打的电话 我接的呀 呀 错呀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啦 这里面有没有属于你的类型呢 你打错了电话 会怎么做呢 快在留言区告诉我们吧 好啦 今天就到这里了 一定不要忘记订阅西莫莉玩具学校 拜拜 拜拜 读信时间到了 那谁先读呢 我看你那边好读 还是我先来吧 那你先来吧 我把这个摆一摆的就 我看看 哦 这个呢是来自广州的一个小朋友给我们写的信 她说 好 你们好 我叫彭美玲 我是第二次给你们写信了 真人班长是一个美丽温柔的姐姐 桃桃姐姐是一个可爱又唱歌 唱个听的姐姐 唱个好听的姐姐 唱个好听的姐姐 豆子姐姐你是一个除了搞笑就是搞笑的姐姐 郭郭姐姐你是一个学习好又善良的姐姐 茉莉姐姐你要好好照照照顾小康宝 当一个好妈妈哦 听听姐姐我现在在视频里总是看见你那个什么 所以我劝你好一点哦 哈哈哈哈 没有 嗯 姐姐们 你们离我家好远啊 我是南边的 你们是东边的 我比较没有自信 但是我星期五期中考 很有自信 我在考试的前一天复习到了晚上11点 哇塞 好用功啊 是啊 但是还要注意休息哦 对对对 对了姐姐们 我很喜欢你们玩游戏的视频 你们能多拍一些玩游戏的吗 编导姐姐们 你们弄的惩罚 能不能不要这么残忍啊 差点忘记跟你们说了 我在广东省夜省区 上一次我忘记给你们写我这里的地方了 我画了画给你们 希望你们能喜欢 我画了画 也希望你们能读我的信 你们可以回我信吗 或者打我妈妈的电话 爱你们哦 我们在这里面已经读到了你的信了 嗯 来看看她的画作吧 好的 这是什么呢 当 这是给豆子姐姐画了一个哆啦A梦 哦 你是玩哆啦A梦 她说豆子姐姐 我忘记你喜欢什么动画片人物了 就随便画了一个希望你也喜欢 没事 我相信豆子姐姐会喜欢 对我觉得也是 然后这边 给姑姑姐姐了一个笔信 我觉得她可能是让我好好学习 对 那你好好写手帐 这是给珍珍班长的一个小本子 嗯 然后这个这么小的给桃桃姐姐的 这应该是有什么 我有点想看看 那你打开看一看 那我先读我的 好 心魔力完就这样 你们好 我希望这个大家庭里面一定要好好休息 保护身体 这样才可以好好的 做什么 给我们快乐 养 两个小皮套 嗯 她可能觉得桃桃姐姐适合这两个颜色 扎两个小皮套都可爱 没错 嗯 姑姑姐姐 请说你很聪明 我出几道题 不可以拿计算计算哟 哎呀这个题简直真的太难了 猜对的就是聪明人要给我休息 你算一下吧 我这边先算着 你那边先读着 好 哎刚好有一个笔心 你可以你可以拿来算题了 对 莫莉大哥 你的你有力气 而且很高 又能吃辣的 真棒 莫莉姐姐 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哦 好好休息 我想看一下小康华可以吗 天天姐姐 你长得很高 可是 我想送你的话 好下一个 其实小朋友 天天姐姐我劝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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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不出啊 小朋友说劝你什么 哈哈 劝你什么 哎刚才怎么卡了呢 这个小朋友说 哎这小朋友说劝我善良 其实天天没有不善良 所以你给我重新了一下 还行 还行 挺好的 哈哈 豆子姐姐 你好看 看了你的视频 感觉到非常有趣 谢谢你带给我的快乐 真真班长 你喜欢长头棒吗 我喜欢 希望你长发一些你的生活 陶刀姐姐 我看了你的视频 我很喜欢你的歌 你长得又可爱又漂亮 像个仙女一样 然后说陶刀姐姐 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9月11号 是9月11号 小编姐姐 你们要多多休息哦 加油 然后他又给我们送了这么多的小粘贴 谢谢你哦 下次不要送礼物了 然后给我们写信就可以了 还有不要说我不善良了哟 哎果果姐姐 你这道题算出来了没呀 等一下啊 我正在列一个方程式 我给大家念一下这道题吧 这道题就是 3000米以内是7块钱 超过3000米是每千米1块5 不足1000米按1000米计算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出租车 车的那个计价器 可是为什么我什么也听不懂 可是为什么我什么也听不懂 它的行驶里程是6.3千米 所以6.3千米减3千米呢 这个钱减7块钱 6.3千米以后就是还有 3.3千米就是4千米 相当于4千米 对啊 4千米乘以1.5 每千米就是1.5 对 4千米乘以1.5 4 4 4 5 2 14 14 9 4 4 6 6块钱对吗 然后你还要加上前面的7块钱 那这是13块钱 没错 那答案就是13了 我算的对不对 小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算一算 那今天的系统就组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到 拜拜 掰掰